资深艺人曾志伟9月18日晚上以电影监据的身份 现身香港沙田出席由古货仔五兄弟 钱家乐、郑一剑、陈小春、谢天华和林晓峰主演的电影 《黄金兄弟》首映里 曾志伟表示自己等了三年 三年前和他们几个兄弟一起见面时 当时几个人在讨论开演唱会的事 于是心里就想应该要策划一下五个人在合作拍电影 于是最后决定由钱家乐做导演 再继续古货仔的兄弟情 而五兄弟也表示特别感谢志伟大哥出钱投资 没有啦这个其实很像我二十多年前 我拍一部我跟谭永林的双城故事一样 我们觉得五个人兄弟应该有一个 他们再来的一个作品来祭念他们一生人的这种兄弟情 所以他们拍这个戏的时候 简直就是度过一个非常滥入旺的假 因为月起来去度假的话 或许是很困难 但是为拍戏呢 他们仅仅十一个月在一起 这十个月又把他们的感情搞得太浓太浓太浓了 又比以前兄弟的情更好了 另外曾志伟的好兄弟陈百香 当天下午在香港出席另外一个活动时 就爆料指志伟哥现在是横店富豪 有一家投资七亿的酒店很快就要开幕 而且加上周边土地的话 共值三十四十亿 哇真是要恭喜一下志伟哥啦 玩笑归玩笑 在有钱也不等于不能拍戏 等志伟演艺圈以外的生意做得有多大 这个其实大家都心里有数 不过志伟哥为人谦虚而已 而他也透露确实有在横店投资开酒店 但所占的股份不多 谋方全媒香港报道